警方在小客車旁邊拉起封鎖線 因為這輛小客車是林姓男子 上個月底 剛從新北市樹林區拖回來的 他1號深夜11點多 正準備要整理 打開後車廂 驚艦一具腐爛男師 警方查出死者是36歲 黃姓男子 另外在基隆 則是有一名黃姓工程師 他獨自照顧行動不便的女兒 2號中午 鄰居發現他們家傳出臭味 擔心兩個人的狀況 報警處理 警方打開黃家門之後 發現婦女躺在房內 已經死亡多日 經本分局員警到場查處 及暗門領後均無人回應 那旋即會同里長 及鎖匠開鎖路內 那進入屋內後 發現有兩名死者 那警察兩人為婦女關係 黃姓男子的遺體腐爛程度 比女兒還要嚴重 初步推測 女兒因為父親死後 無人照顧 半施數日之後身亡 偵辦人員發現 並沒有外力介入 無內的門窗也都沒有遭到破壞 初步排除有塌殺的嫌疑 隨即報情檢察官嚮咽 記者 朱廷榮 劉志展 基隆 桃園報導 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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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